只要有些沒記到的 你可以直接到雲端上面找一下 雲端上面有個講義 我會把那個 我做過的 可能 需要的畫面把它照相下來 像剛剛我做的這個畫面 如果說你有些細節可能沒有記到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可以看 剛剛我們只要練習的有幾個啦 就是說 直接運算 然後直接先負與值兩個 再把它串在一起之後把它做print出去 printer 那printer他就把結果給列印到這邊來 應該沒有問題啦 那再來的話 我們如果要做比較複雜的 這個 呃 這個這個程式的撰寫的話 理論上 這個是需要有一個環境 那這個環境特別注意 因為坊間的書籍 都沒有 把這個環境怎麼做 講得很清楚 大部分都給你一個像那個 比較簡單的開發環境 那其實我覺得那簡單的開發環境 也可以做到 只是不好管理 比如說第一個啦 專案沒辦法管理 然後你的套件沒辦法 就套件或資料起來沒辦法管理 哪個章節沒辦法管理 那哪一個章節裡面的python的程式 你沒辦法管理 比如像我們這邊的這個程式也許叫sum好了 我們最後可以怎麼樣 把它存檔 存檔起來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你這個檔名叫什麼 你可以做一個 這邊一個儲存檔案的動作 可以把它存起來 那另外程式可以把它撰寫到這邊來 比如說像剛剛我可以 直接輸入我要的總共四行程式嘛 那我可以寫 A等於3 B等於5 把它加起來 最後把它print出去 把它直接輸出 結果在這邊顯示 那未來 我覺得像這樣的環境 會對於開發來說 在學習上面來說 還有開發來說 會比較簡單 而且整合性會比較大 未來 可能除了有python檔之外 還會有模組檔 那你如果沒有一個專案管理的一個環境的話 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撰寫 那這個是第一個啦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環境建置起來 這個是我們要講的 今天可能要把這個環境 看能不能把它建置起來 第一個 那這個環境呢 它也是一個自由軟體 它叫Eclipse 如果之前有學過 Java 或者Android的同學 對這個環境比較不陌生 那其實我 利用這個Eclipse的這個環境 除了撰寫那個python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寫Java 也可以寫那個手機的app Android 另外也可以寫PHP 還可以寫JSP 其實它可以用很多的 開發 都可以用它來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這個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這個環境要怎麼樣 把它建置起來 首先的話 這邊大概有幾個 幾個點 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就是這個開發環境的話 第一個我剛剛提過的 我們 先把python先裝好 第二個呢 請你到Eclipse的官方網站 去下載 那下載的網址 其實 那你如果記不起來沒關 其實是www.eclips.org 不是.com 因為它也是一個 非營利組織 的一個網站 那我們應該下載哪一個呢 比如說你如果要下載這個 開發環境的話 那你就是 Eclipse 或者是直接 打一個 Eclipse 這樣子 Enter也可以啦 Eclipse Enter 或者你打 www.eclips.com 也可以 那它這邊會出現 有沒有 Eclipse Download 或者你這邊打 直接打網址也可以啦 它網址就是 www.eclips.org Enter也可以 兩個方法 進到裡面一樣會有一個Download 有一個 Download的選項在哪裡呢 OK 還是Getting Start 這邊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 有一個Download 有一個Get Start Get Start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Download Eclipse ID 一般的話呢 它這個也是 自由軟體 那 這邊有Download 它預設是64啦 不過我是建議 還是用32會比較保險 因為有些環境可能你還在用32會員的 那你如果用64就沒辦法使用 所以這邊有一個 直接Download吧 直接把它Download Download 不要點那個64這個 點下面這個 它會出現讓你選 到底是32還是64 那我的習慣 因為之前開發都是開發那個Java 所以會選這個 Eclipse ID 31 for Java Developers 就是 給那個 Java的工程師使用的 那我是建議你選這個 32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 不是選 for Java嗎 那你為什麼拿它來開發 那個 Python 那會不會有問題 基本上 如果你裝 直接下載 它開發 OK 可是如果你要開發 Python的話 還會多一件事 就是 安裝外掛 OK 多加一個外掛 就OK了 那怎麼樣把它外掛 第一個當然 把它下載32會員的 下載這一個 那它Download 直接就是點這個Download 不過 因為它的檔案 說真的 我記得 不算太小 178 Mb 所以 要不就是說 旁邊同學如果下載 你待會跟它Call好了 或者是怎麼樣 OK 第一個 把這個先下載 下載完之後 如果 要讓它可以開發那個 Python的 程式的話 那可能會需要在外掛 外掛怎麼加上去 待會再來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解壓縮的話 我把它直接解到低碟好了 不過我是把它幫一個資料 叫Python OK 因為這樣比較好找 那解壓縮致詞 應該 我點兩下解壓縮致詞也可以啦 反正解出來之後 這第一步 那因為呢 它大概有100多Mb 所以你解出來之後呢 它會要需要一點時間啦 那待會的 動作流程基本上 我們還需要做兩件事情 我們就到 我們就完成了 希望今天當然可以很順利的 把這個環境建置起來 因為建置起來之後呢 後面呢 你就可以Run很順了 而且 這個Eclipse的環境不是只有使用Python 我剛剛講過啦 很多啦 你要寫C啊 寫Java啦 然後你要寫 什麼東西啊 像PHP啊 或者是JSP 通通都可以在這個環境 做程式撰寫 那VBA我是沒試過啦 因為VBA已經夠好了 不用跑到這裡寫 OK 那第二步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會需要 把它安裝外掛 因為它本來是 給Java用的 那如果你要給Python用 你必須要 額外安裝外掛 那安裝外掛的方法就是 一 到help裡面 找到install new software OK 不過可能在這裡會有同學說 老師 環境為什麼是英文環境呢 有沒有中文的 好像也有同學問啦 不過 好像也有 有些地方好像蠻習慣用英文環境 但如果你要把它中文化 有中文化的方法 後面我們還會講 如果你不要習慣 但我這邊講說你要安裝 如果你要把 For Java的改成 For Python 你必須要 1在這邊 2的話呢 把那個網址 這邊下面有個網址 把它複式 貼到這個裡面 add 貼上 OK 它就會找到外掛了 那不過前提是 你的網路是通的 如果你有些電腦 網路不通 也沒辦法 因為它是網路上幫你抓下來 安裝到Eclipse裡面 這個是第2步 第3步的話呢 再去設定什麼 設定Python的路徑 因為你將來要做 那個編譯的話 會需要找到它裡面的 compiler 或者DL 那些東西 所以你要 再 告訴它說 你Python的路徑在哪裡 Windows 裡面有個 這個 Personing 這個裡面 設定裡面的話 找到這個選項 一個Python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你把你剛剛 安裝那個什麼呢 Python的那個 版本 我這邊是2.7啦 不過如果你是 用的是3.6的話 你就找到路徑就對了 瀏覽一下 找到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Eclipse的設定了 那我們應該解出來 OK 解出來之後這邊有個 Eclipse的目錄 所以我剛剛解 壓縮之後 不過我習慣是按右鍵 解過來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都OK 然後把它打開來 Eclipse 裡面有個執行檔 記得它是免安裝的 所以將來呢 你直接放隨身碟 帶回家 CALL 不過我不建議在隨身碟執行 因為隨身碟好像有時候執行會發生錯誤 記得是CALL到 低碟 再執行 它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不用再重新下載 OK 執行之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 這個畫面 那畫面打開之後啦 再來就是做剛剛的兩件事 一個是安裝外掛 一個是告訴它說你的Python 剛剛安裝的路徑在哪裡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我們的開發環境 那第一個 它會跳出什麼workspace 你將來程式要寫在哪裡 要放在哪裡 我習慣是 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是將來你程式寫完之後放哪裡 那我把它改成低碟好了 低碟底下 我把它放在一個叫 Python的 這個叫Python的workspace 就是將來你程式寫完 它都會全部幫你把寫完的程式丟到這邊來 建議是放低碟 因為如果放C碟 一樣下一次打開 又會不見了 OK 按Launch 好執行喔 OK 好 再來的話呢 設定剛剛兩件事 不過如果你要讓程式跑快一點 我前面講過 像我們以前 寫那個 那個Android的手機App程式開發的時候 其實也跑很慢 所以我建議說如果你要跑快一點的話 你的硬碟 可以換成那個 所謂的固態硬碟 SSD 不知道各位知道這個嗎 固態硬碟 硬碟現在是 用馬達的 那固態硬碟的話呢 他等於是那個 用那個flash ROM 跑的會 至少會快個10倍 像這個跑這個畫面 如果你在那個 SSD上面跑的話 咻一下就OK了 因為在硬碟上面 他小檔 一直 跑得比較久 OK 所以請各位 先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跑太久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這個 預設是需要安裝 但是因為我們電腦已經裝好了 所以 我這邊是沒有裝 如果你要裝的話 你可以到我的那個 雲端上面 找到那個安裝環境裡面就有一個 這個 JDK 你可以去把它裝 把它安裝 之後 啟動 就沒有問題 這個順便講 因為剛剛有同學用自己的電腦 會發生這個問題 如果你回去用自己的電腦 可能也會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記得 先裝 這個 再開Eclipse 就不會有問題了 好 然後我把Eclipse打開之後 那看到這邊有個什麼呢 Install 有沒有 New Software 然後呢 一樣把那個 這邊有個add 點下去 那他問你說那個 你要到哪邊去抓 那我直接把剛剛那個網址 有沒有 安裝 這個外掛下面有個網址 你把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貼到那個 我們的Eclipse的這個位置 把它貼上 Name叫這個 然後Location也叫這個 反正就這樣 按OK 他就會幫你抓到 抓到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它 兩個都打勾 然後呢 按一個NAS 應該沒問題啦 反正就是這樣裝而已 然後NAS 然後問你說要不要裝 要 要同意 這邊有一個 I accept 這邊 按Finish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你的外掛 就掛上來了 這第二步 第三步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這個 Windows 有一個叫 Prefurnish 這個 然後呢 把它 點一下 這邊就會多一個 一個目錄 不過目前你會發現 目前還沒有Python 為什麼 因為我外掛還沒掛上 外掛掛上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Python OK 那現在把它Cancel一下 我看一下他現在有裝好了沒 因為他還是需要從那個網路上 去幫我把那個 我們的 那個剛剛的那個東西裝進來 所以他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安裝完之後他還要重新啟動 再把那個 我們的 這個東西 把 我們的 這個 這個路徑設定一下 就完成 今天要做的事情 那因為時間 也差不多 所以 反正回去有時間啦 可以先亂亂看 如果不行下個禮拜 我們會從這邊 開始 把 環境弄好了 當然呢 剛那個東西如果你 不OK 沒關係 因為呢 我在雲端上面 有把我最後完成的一個懶人包 放在這裡 其實只要把這個懶人包下載 你也可以跳過前面的123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個 應該我要把後面再重新命名 後面加一個懶人包 因為這懶人包 我每個課程我都會 都會一個懶人包 因為以前 上過我的課都有一個 懶人包 就是你如果 不太能夠 做出來 沒關係 這邊就有個懶人包 反正不用擔心 反正 至少 試做看看 不行的話 就下載解壓 也已經ready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環境 如果OK的話 我想 之後呢 我們在撰寫 Python的話 應該會 更加的 得心應手 因為上面 它的環境 我覺得 已經設計得 相當的完備 跟 VBA的開發環境比起來 應該也不會 遜色太多 只是說你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跟他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越來越喜歡他 然後 就是將來也會懂得在工作上 如果運用 但這一條路 畢竟其實 不算是 太好走 可是在這個 過程當中 我會幫各位處處都留下痕跡 包含就是說 影片又錄製下來 然後有些東西重要畫面會放在雲端上 所以你只要Follow 還有記得就是說 回去 要把那個 我講的那個書 至少那本 什麼 那本那個Python 那個什麼 特訓班那本 然後其他書籍 你也許可以看 在雲端上有一些補充資料 也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下個禮拜的話 我想你會越學 越進入狀況 如果你是學那個 選入門的 可能要 更加 比別人更用功一點點 好不然的話 我怕學期末你們就會消失了 沒有沒有 還沒那麼學 沒有就是 慢慢的啦 我想 盡量的你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 如果你不學 我想工業4.0 可能 你當然在一個大環境裡面 你如果要能夠 職場上面能夠越順心的話 還是多學一點 OK 那今天就 先講到這裡好了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我們就是 再 從這個環境 所以下一次來 如果早一點來的同學 可以先把Equivus環境先run起來 OK 那也可以把今天 講的那個程式打在那個Equivus試試看看 其實如果你以前有學過Java啦 這個環境應該也不算陌生